青草盾里,乙肝不再有,学到就不亏,很多朋友得了乙肝,肝驱疼痛总是反反复复,如果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调理方法,最后的结局就是肝硬化了,甚至肝癌,其实乙肝的根源不难找,就是咱们体质出现了问题,食毒淤堵在肝里排不出去,调理起来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。 在农村挖上一板鱼腥草,和大雪梨一起放到砂锅里顿,有正气不足的旧家黄旗,有脾胃不和的旧家白竹,有气血亏虚的旧家党身。